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金字塔的数字就论是有很多好的资料在里面 第一它里面包括有好的数字 我们组合了一个好的数字来化解我们身份证号码里面不好的杀星的磁场 比如说误鬼的磁场 绝命的磁场 这些都是破财又伤身 包括又刑伤的 因为再配合如果你是今年又犯太岁 那么我们驾车的时候一定是很小心的 所以这个数字就论它可以调车 因为里面的数字我们组合来化解这些车牌的杀星 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这个了 第二个好处它有什么呢? 它里面有一个双金字塔的力量 再加上一个咒王公的磁场 再加上它后面还有一个咒语不同的咒轮 后面扑着不同的咒语的种子字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向大家好好地分析这个福品 那么给大家有一样东西可以提高自己的力量 当我的力量提高 我的精神的力量 固然之就可以饱满 那么我们犯差错的几率就会胆轻很多 再加上有大宇宙这个圣人加持的 一个命中的力量的保护字 当然我们自身的安危 自身的福气都会得到守护 那么第二种木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同样是秀字的咒轮 同样前面的设计会是一样 但这种木我们用的木就不一样了 我们用的是红坛坦木 大家都知道坛木是我们佛教 或者是我们说的西藏也好 总之是佛教里面很吉常的锐木 指响的指木 很吉常的一个木的其中之一 所以我们说P寫的作用是非常之好的 迫邪稳定心神的力量是非常之强大的 这个就是后面再刻上的这个种子字 就是我们大家非常之欢喜的 我们佛教的守护神 第一的是哪一个 也是我们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就是我们的大黑天才神 佛教的明才神 我们刻上他的种子字 这个摩的种子字 在他的背后再兼上的菩萨守护的力量 因为大黑天才神有战神 有守护赐福给所有贫穷的众生 给所有我们不够 或者给所有我们希望更加丰足的朋友 这个是他的缘力 所以大黑天才神有丰衣足食 亦都是财神 我们佛教的明才神之一 我们这个奏轮既有党杀 既有保护 亦都有招感财气 这个吉尚的力量在这一边 到这里我们要回到 要介绍的就是在面的 在这个奏轮的封面上高 他有一个很强大的符号 就是一个星星的 我们叫做六爪仙 亦都可以叫做大卫仙 中间这个咒语我先介绍 这个咒语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奥阿康的第一个 这个奥字是我们叫做奥王的意思 所以它是奥阿康的意思 这个奥字是开始的意思 亦都是种词 一个种当年的意思 所以它代表我们生命宇宙的 生命力的一个开始的动力 亦都是代表我们顶部 上天部的声音 亦都给我们头部的能量的清晰 这个咒语我们将它放在封面 再加上这个神地的符号 很多人不认识这个神地的符号 我们叫做大卫仙 亦都是两个金字塔的组合 这个大卫仙 两个金字塔的组合 是带来什么的力量呢 这个logo 这个土腾 它有保护 有召唤 所以能够拿来许元用的 很强大的 许元的力量 它正的三角形 这个叫做镇山就像 尖角的这个开始 这个叫做镇山就像 这个镇山就像 这个镇山就像 代表什么 它是一个动力 生命的火的 这个火的Energy 就是你的生命很有动力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动力的话 就很简单发挥了 所以这个一定是给你有生命力 再加上 有一个调反转的 刀山就像 调反转的山就像 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宇宙之母 大地之母 这个宇宙的母亲 代表丰富的意思 代表圆圆生机 生生不息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大的富豪 我们将它放在封面 再加上窦黄在中间的一个强大加持 力量配增的意思 所以在我们造成这个特别金字塔的 再加上它的豪马化解的强大的磁场 是我们和我们的师傅经过几个月 我们的细心去冥想去构思出来的 很好的一个福品 希望给今年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也都加上我们这个大环境的挑战之下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用到的一个很好的 很强大的一个加持的力量 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字塔奏轮 我们的金字塔奏轮 现在可以开放给大家预购 因为真正的我们还在挑担很多工序 预计新年之前就可以拿到 我们还要经过净化了 才可以给大家领取 大家可以先预购 非常之强调 吊在家里 化解家里的门牌 吊在我们的包包 办公室 柜桶 如果有些人在办公室 可以吊在柜桶 或者办公室家里的墙壁 很方便使用 而且不大5cm 5cm的diameter 再加上这个奏轮 我们是重复再做的 之前我们做的是aluminium 这个是完全是真的木 你的力量是更加强大